你腦袋卷是自来卷还是烫的 妈 拿起猫果汤的 你妈给你烫的呀 小名叫什么 小派 小派 这个是苹果派呀 也不是那个派 那个我的爱好是拿上冠军 你的爱好是拿冠军的 你没驾驶证 你根本就不到岁数呢 我看吧 什么样这是 驾驶证 菠萝 苹果 韭菜 打碰 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智力快车 我是方琼 她是丑丑 今天依然是我们智力快车之水果大战 今天是石榴豆芒果 石榴学院 我最优秀 南瓜南瓜 你无为我 先欢迎一下两队的小朋友 我们从哪队开始做自我介绍呢 来喝 芒果好热情啊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芒果队的各位 大家好 我叫楚浩成 我的小苗叫常常 我今年七岁了 我喜欢唱歌 跳舞画画 还有主持人朗诵 希望大家喜欢我支持我 我今天要为大家看一首我自己的人转歌曲 大家想不想听 想听 你这都有原创歌曲了 唱个什么呀 歌都小孩 什么小孩 歌都小孩 歌都小孩 歌都是什么意思呀 太歌了呗 那歌都是哪啊 天津 你是天津小孩是吗 那来吧 说前进 到前进 天津小孩都骄傲 五大道上 马车跑 天他真是高 旁鹏海上跳 海河下大桥 狗布里有苗 小宝栗子好 走上文化街 尝尝手里高 鸡蛋果贝 放了九七明果子 我来一套 天津小孩 酒奶热闹 天津小孩 贝嘎贝嘎贝嘎 天津小孩 最新时好 天津小孩 贝嘎贝嘎贝嘎 好了好了 谢谢谢谢 谢谢来自 歌都的天津小孩 这是你的原创歌曲 是你自己写的 还是别人给你写的 妈帮我的 妈帮你写的 我能问一下吗 你这一脑袋卷 是自来卷还是烫的 我妈那是猫给我烫的 你妈给你烫的呀 我看你妈这发型 你妈那头尾也是自己烫的呀 我妈是别人烫的 你的那是你妈给你烫的 我原来我一把 洗住就这么点腕 我现在我一卷 那个腕都猫牵上去了 你觉得看我这发型怎么样啊 太好了 太好了漂亮 你看这其他男生 人家那发型 这脑袋不好看 你这样多漂亮啊 江浩然 我可没别的意思 反正她说你的头发不好看 你觉得她的头发怎么样 我觉得不好看 像枯棉一样 像什么枯棉一样 你这更不好看 你看这看见出来 我再直直直的 像个枝草一样 我这什么话一样 调调调调调调调 李美妮 你来说 她们俩谁头发好看 所以江浩然你知道吗 为什么那么多女生烫头发 因为女生喜欢烫头发的 是不是 江浩然我觉得你的发型也很好看 非常爷们 那接下来 我们来认识一下李美妮 大家好 我叫李美妮 我今年四岁半了 我快五岁了 我的小名叫小马 大家也可以叫我满大师 因为我画画的时候 大家都叫我满大师 满大师 是什么意思呀 因为画画那个老师都说 我画难的都是一天完成 是说你画得快还是画得慢呀 画得快 好 江浩然到你了 我的大名叫江浩然 小名叫东东 我的二号是剃毒球 看漫画书 你多大了呀 我是六岁半 你上学了上幼儿园呢 上幼儿园大班 好了 欢迎王狗队的各位 十六队的各位 红的 这真漂亮啊 谁是队长啊 哎呦 你这名字比较有特点 来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徐元舟 小名叫小派 我来自北京 我今年八学了 你叫徐元舟 谁给你起的名字呀 爸爸妈妈 小名叫什么 小派 小派 就是派直吗 元舟绿 巧克力反过是那个派 你们都没知识 没文化 人家那个派 不是你们说的对派 是我的苹果派呀 也不是那个派 你跟他说说 你是哪个派 英文那个派 数学 里面的一个符号 超厉害吧 好了 接下来 你的哪个队友 来做自我介绍 来 杜松赵 大家好 我叫杜松赵 我今年五岁 那个我的爱好是 拿上冠军 你的爱好是拿冠军哪 这拿冠军都成爱好了 你都拿过什么冠军 让我听听 拿过唱歌冠军 唱歌冠军 你唱什么歌啊 我今天要给大家唱 太阳天空照 那好嘞 来 那拿过唱歌冠军的 给我们唱歌 真是不容易 来 准备 开始 海洋天空照 快爱对我笑 想要说 早早早 你为什么背着小书房 我去上学校 天天不知道 爱学习 爱劳动 长大要为人民的功劳 我能问你一下吗 你拿的是哪的冠军呀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冠军 我知道你的这个节奏非常好 反正唱歌拿过冠军了 是吧 你的爱好也是拿冠军 希望今天你们能拿冠军吧 能 能 希望拿 好 接下来到你了 刘迪剑 大家好 我在刘迪剑 我小名叫小语 我今天六岁了 六岁了 是上幼儿园的吗 我能问一句吗 你的嗓子怎么那么雅呀 因为感冒 哎呦 他们跟我说你唱歌唱得可好了 那你感冒还能唱歌吗 能 能 能唱 唱个什么 中华小儿郎 嘿 好 中华小儿郎 来 真棒 那个唱歌冠军的杜松章 你评价一下 刘迪剑这歌唱得怎么样 一般好 一般好 是好 还是一般 是你唱得好 还是他唱得好 我唱得好 好 总之你们两个人唱得都挺好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 来参加水果大战的两支队伍 哎呦 大家看出来了吗 对 美队的队员都非常的优秀 好了 那马上将进入我们今天的比赛 来进入我们水果大战的第一关 打 打 打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通过一个小游戏 来结出到底谁先答题 来 上道具 我们现在呀 上来了四个盘子 两个盘子里面呢 装的都是花生 那这个花生啊 还没有包壳 接下来 美队要派一个 干过家务会包花生的小朋友 来比看看谁包花生包的最快 十六队立刻刘蹄剑就举手了 不是不 你先问问人家队长让你去吗 你们队想好了 江浩然 江浩然 来 上这儿来 我这儿 我这儿 我碰上了 我想问一下江浩然 他们为什么派你来了呀 因为我是第一关的队长 你是第一关的队长啊 你在家包过花生吗 我包了 但是我会全吃掉 那那就别吃了 咱包完把豆都放在 你在家包过花生吧 刘蹄剑 包过 包过呀 嘿 两位小朋友 人家说了 都在家干过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要把花生全都包出来 豆豆放在另外的一个盘子里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 开始 加油街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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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皮包在这里边 豆子别捏碎啊 这个劲儿啊 既要使劲 还是要有茬劲 这怎么把豆都包散了呀 这是皮 豆腐掉在银环子里了 太厉了 刘蹄剑这使得浑身的力气使大劲在那儿 把皮都扔破了 快 小浩然 真是小伙子有靶子力气 我肯定第一个 你肯定第一个呀 我以前这老娘包了一个大饭 我比老娘还厉害吧 要捏哪儿呀 要捏中间的那个缝呢 这样赢了 两只手可以一起用力气 加油 江浩然 哎呦 江浩然胜利在望了啊 加油 江浩然 加油 江浩然 加油 江浩然 停了 好嘞 江浩然已经把花生 同样都是十颗花生 全部包完了 祝贺芒果队获胜 但是我们十六队的刘蹄剑 也非常的努力啊 这个确实这个花生太硬了啊 累这么半天 吃两个 我饿 尝尝好吃吧 姐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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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让我相信我直接吃光光 你别都直接吃光光 来 可以吃两个 可以 给你们队员拿走两个 这个太厉害了 来 好 比赛之前补充一下体力 好吃吗 好吃 江浩然 你们队获胜了 你们可以选择是先答题还是后答题 先答题 先答题 是吗 好了 既然你们要先答题 来 三位 请准备 好 初浩成 请问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 对吗 对 正确 李美妮 地球有南北极 对吗 对 正确 江浩然 足球比赛没有女球员 对吗 不 正确 初浩成 关五节又叫老人节 对吗 正确 李美妮 蚂蚁属于昆虫 对吗 不对 错误 江浩然 屈原是画家 对吗 错误 正确 初浩成 每个月最多有三十天 对吗 不对 正确 李美妮 四加五 加一 等于十 对吗 对 正确 江浩然 在电影院看电影 不应该接打电话 对吗 对 正确 我们来看一下九道题 答对了八道 加上了八片水果 哪道题错了呀 蚂蚁属于昆虫 属于吗 属于 可能刚才一紧张说错了 是不是 来 祝责马左队 都吃不下来 我送账 都吃完了 我俩都吃完了 全中你吃到了吗 你看看 姐姐都舍不得跟两个弟弟抢好吃的 是吗 队长 你非常大气 好了 人家队九道题 加了八片水果 成绩不错 你们觉得你们呢 行 我不会输给他们的 我以为你说我不会呢 你不会输给他们的 好了 那你们三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来 请听题 许言中 五线谱里有四条平行线 对吗 对 错误 刘提健 蚯蚓生活在土壤中 对吗 对 错误 杜松章 加油站可以吸烟 对吗 不对 正确 许言中 离离圆上草的下一句是一碎一窟窿 对吗 对 正确 了解点 中国在北半球 对吗 错 错误 杜松章 人的眼泪是咸的 对吗 错 错误 许言中 曹操是西汉末期的人物 对吗 对 错误 是东汉末期 刘提健 一刻钟就是十五分钟 对吗 对 正确 东东章 青蛙是两栖动物 对吗 对 正确 你们答对了几道题呀 四道题 四道 那我们来看看哪错了 玄洲 我们都叫五线谱了 怎么是四条平行线呢 应该是 五条 五条 对了 秋蚓生活在土壤中 对吗 刘提健 对 对呀 为什么你说错了呢 是不是 还有中国在北半球 是正确的 人的眼泪是咸的吗 杜松章 是 是 咸的 第一关结束之后 场上的差距确实很大 现在芒果队八片水果 你看 这个确实他们有一点 小小的骄傲 我们能看出来 十六队 好像有一点点受打击 现在他们四片水果 没关系 这是我们比赛刚刚开始 第二关抢答题部分 希望你们不要错过机会 来进入第二关 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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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题的第一题 看电视 小星星 看这儿 看这儿 你的名字是什么呀 我叫毛毛 毛毛 这个名字真好记 那你的生日呢 我听妈妈说 我是2011年8月出生的 2011年8月 那你已经快三岁了 饲养员阿姨是这么说的 那你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呢 我生在云南野生动物园 长在云南野生动物园 从来都没离开过 还是个重情重义的小家伙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什么呀 红毛猩猩 这可不是猴子 是猩猩 接下来 我的问题就是 红毛猩猩猩猩猩 他的出生地是哪儿的 开始 十六队抢到了 来 他的出生地是哪儿啊 动物园 关键是哪儿的动物园 野生动物园 哪儿的野生动物园 刚才片子里说了好几遍 我出生在什么地 我一直生长在什么地 来 你要告诉我了 如果回答不上来就要扣水果了 什么地方 在北京的野树 是北京吗 你听到北京了吗 没有 五 四 三 二 一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它出生在云南野生动物园 我们要扣掉一片水果 你们听见是在哪儿了吗 云南 云南 我让你们看电视的时候 大家就要看仔细 听仔细 好了 我们来看第二道题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云南是毛毛出生的地方 那么云南一定不会出现的现象 是什么呢 A 暴雨 B 冰雹 C 海啸 C 海啸 我没有说开始 你们就按抢答器了 知道怎么办吗 高家野饭水果 对了 那么云南一定不会出现的现象 是暴雨 冰雹 海啸哪一个呢 开始 十六队 好高兴 十六队又抢上了 我好担心你们能答对吗 能 是什么 海啸 海啸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大海 因为它没有大海 哪会有海啸呀 只有大海的地方 只有大海的地方 有大海的地方就会出现海啸 云南周围没有大海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加上一片水果 好棒 而且我发现徐队长特别棒 徐队长把知道的知识权告诉了 杜宋章 是不是 继续加油 下一道同样我们要仔细来看电视 丑丑丑拿出体温计 先给毛毛做了个示范 只要把体温计牢牢夹住 就像这样 本以为毛毛明白了 可她还是躲来躲去 估计是怕痒痒吧 别躲 别躲 别躲呀 真乖 只要加一会儿 就能测出来了 对 就是这样 毛毛的体温 到底是多少呢 快写下来 36度5 这倒是和我们人类差不多 好了 毛毛真是一个调皮的小猩猩 是不是 在给她测体温的时候 她还不老实 我想问一下小朋友 你们在家里有发烧过吗 有 发烧的时候也要干什么呀 量体温计 是不是 请问我们人类的正常体温 大约是多少呢 A 39度5 B 38度5 C 36度5 开始 16队 又抢到了 我们都坏了 你们都坏了吗 按一下 还是没有他们快 知道了吗 陆松章 你抢答有功 请告诉我 这道题的答案 36度 要是38度5呢 就发烧 39度5呢 也是发烧 也是发烧 雪原庄 烧多少就算发烧了呀 你发过烧吗 我发过 37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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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刘提健 我也不知道 我忘了 也忘了 但是37度应该不算特别烧 是不是 我去35度 你35度 人类平均体温大概是36度5 刚才丑丑 刚才丑丑已经说过了 说毛毛的体温是36度5 跟我们的人类 跟我们的人类差不多 如果你们仔细听了就应该能听到 所以我们要给16队加上一片水果 祝贺你们 现在 现在 黄果队七片水果 16队五片水果 还下两片 这马上就要追上了 我们 还有两道题呢 来 听好题 以下哪种动物 有尾巴 A 圆 B 猩猩 C 猴子 开始 我们这又不行了 16队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我们一个人说他也不动 我们一个人说他这手子他有动 就说明你们还是比他们慢一点 你们是不是三个人都因为手都在那 所以在 亚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小小的时差 16队 你们又抢到了 我又有一点担心你们会不会答错这道题 哪种动物有尾巴呀 猴子 哦 你这么肯定吗 圆有没有尾巴 没有 猩猩呢 没有 你确定吗 确定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加上一片水果 好棒 哎呀 又追上了一片 还有最后一道抢答题 看看你们能不能抢到好吗 来 看电视 丑丑上 丑丑带上了听诊器 要给毛毛测心跳 先在自己的身上试了试 轮到毛毛了 他的心跳声会在哪儿呢 后背 丑丑试了试 没有啊 后脑勺 丑丑又试了试 也没有啊 不会和我们人类的一样吧 丑丑在毛毛的胸前听了听 还真就在这儿 毛毛的心跳声听得清清楚楚 一分钟的时间 毛毛的心脏 总共跳了七十八下 丑丑 快记下来 哎呦 这个毛毛这个心跳是七十八下一分钟 是不是 哎 我的问题就来了 刚才丑丑用到了什么仪器 来测量毛毛的心跳呢 开始 哎呦好棒啊 你看 终于想到了啊 听诊器 用的是什么仪器 听诊器 哎呦 对嘛 你就高兴成这样了 队长 是听诊器吗 是吧 应该是吧 应该是吧 你们在哪儿见过听诊器啊 在医院 对 一遍 然后呢 那个我 我肚子残熟呢 那个医生就拿着听诊器 那有个按摩 然后呢 嗯 我心跳啊 我还觉得好好玩 给爸爸测量测量 是吗 那你听到什么了呀 听到 你还给你爸爸测了测量 是吧 对 刘梯健 你知道什么叫听诊器吗 听诊器就知道 听诊器有没有 我骂呀 有没有疼的地方 能听出来疼不疼啊 刘梯健能听出来吗 能 能听出来 谁告诉你能听出来 肚子疼不疼 肌肉 哪个医生跟你说的呀 304医生 304医生 304是什么医生啊 有时候再过本 有时候住个院 你还住院呢 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 你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你是医生啊 你妈也是医生啊 嗯 你妈妈是看什么病的呀 我也不去了 你妈来了吗 下面的第二排的 妈妈从来不跟孩子在家 谈你的工作是吗 您是看什么呢 烧伤磕的 烧伤磕的 哎哟 这科里的病人肯定去您那都特别痛苦是吧 少跟孩子说吧 但是你肯定要给他讲很多关于烧烫伤的这个危险是吗 你在家里都怎么跟他说呀 怎么注意这个烧伤或烫伤呢 反正就是说离那个热水要远一些 我们小孩很少进厨房不让进厨房 哦 那在您那儿接到过的年龄最小的烧烫伤的病人几岁啊 一有五六个月的吧 啊这么小的就有啊 对 那是爸爸妈妈是没照顾好是吗 对对对 哦 所以这个有火源呢或者是有开水的地方咱们尽量远离 有水的地方远离吗 有水的地方水坑水池子也得远离 别掉进去 那个能不能洗手能不能水池 为什么这样 哦那样的水池子是可以的 我说的是大水糖的 刚才我们芒果队答对了 加水果了没有啊 哦加上一片水果 来我们来看一下芒果队现在八片水果 十六队现在是六片水果 哎哟十六队已经表现得非常棒了 啊还差两片水果 到底今天哪个队伍会成为我们今天的冠军队呢 来我们课间休息一下 马上呢将是我们水果大战的第三关 现在我们说了两队的差距不是很大啊 那么按照我们游戏的规则分数较低的一队要优先来选题 我们来看一下六个科目 游戏 体育 动手 历史 职务 安全 安全 徐队长 他们都说要选安全 你同意吗 同意 天哪 天哪 你们上哪儿找这么一个好姐姐啊 这么民主 这个题啊真的跟你们的日常安全有关系 刘体肩妈妈说了要远离厨房还有热水 很有家 很容易烧烫伤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涉及到我们人身安全的情况有很多 接下来你们要选出一位队员上来跟我一起来完成一个测试 看看你们能不能在这个测试当中表现的成功 谁来 我来 队长 你说谁来 呃 他想来他就来吧 好吧 你想来你就来 我想来 都送这 哎呀 好嘞 现在呀 我们这么一坐 可能大家就知道了 你知道你上哪儿了吗 上游乐场 上哪儿 上游乐场 游乐场 喂 你绕到前头你看看我这儿是个什么 车 什么车呀 出竹车 好嘞 你上来吧 啊 我跟你说 有一天呀 你爸爸妈妈都没时间送你上学 让你坐出租车 我现在就是出租车司机 你不认识我啊 我可不是方琼姐姐 你不认识我 明白了吗 接下来我就要考验你了 呜呜呜呜 嘿 开车了啊 小朋友 你今年几岁了呀 我问你 几岁了呀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觉得我不是好人是吧 那你跟我说吧 你到什么地方去啊 到什么地方你总得告诉我吧 要不然我把你拉到哪儿去啊 你就是不说话吗 那我可就开了啊 哎呦 我对这地儿都不太熟悉 你认识这块是哪儿吗 小朋友 你在我车上呢吗 小朋友 你就是不说话是吗 那我就一直拉着你走吧 好嘞 出北京咯 过河北咯 到石家庄咯 咱们再往前走 就到邢台了 去吗 去吗 去还是不去 你摇摇头点点头也行 去吗 你就是不说话是吧 那我都没油了 你给我加点油呗 你有钱吗 那个那你能给你爸妈打个电话 让他们给咱们加点油呗 徐队长 你管他吧 他一句话都不说 你们队员要是这样的话 你们这题可不能加分啊 要来上次试试 不说话也不对呀 不说话也不对 我都给你拉跑了 我拉没了 您爸妈不都找不着你了 你得想办法呀 你说话吗 说 说呀 来那你先告诉我 你去哪儿啊 去学校 去学校 你学校在哪儿啊 学校就在北京 在北京啊 咱们先回北京是吧 北京哪儿 哪个学校呀 北京金色摇篮 金色摇篮 你看看这块快到你们学校了吗 我有点不太认识这路啊 到了 啊 这就到了 我怎么没看见你们幼儿园的牌子呀 不对 我觉得不对 我还得再往前开 我这样 我去拉上我一个朋友 他比我熟 我那个拉上他 然后呢 我叫上他一块 看看咱们在哪儿下 找找你学校 行吗 不不 我开到学校 你开到学校 你会开车呀 对 你没驾驶证 你根本就不到岁数呢 我开吧 我 什么呀 这是 驾驶证 来 驾驶证你 你才几岁呀 你考驾驶证 五岁 五岁 五岁不给考驾驶证 你这样吧 你别着急啊 我去拉我一个哥们 我哥们认识路啊 你还不说话 我去拉我哥们了啊 嗯 不要去拉 那咱俩都不认识地儿 怎么办呀 不认识地儿就在 那个我们家旁边 那有一个金水游览 那到了吗 你看 到了 到了呀 到了 你想下车吗 想 我不想让你下车 对 我想再拉你跑一会儿 坏人呀 你说 啊 坏人呀 我 你看着我像坏人吗 像 我怎么像坏人 大哥已经到学校了 你还嫌大 我跑 看你就是坏人 那怎么办 你上了我的车 反正你下不去 跑呗 你跑 你往哪儿跑啊你 我开着车门跑的 我把车门都锁上了 你开不开 有办法了 把这个开起来 这是我的假车 要是真车可怎么办呀 把那个车拿铁篮子给它跳起来 那个把它弄飞 你自己能弄得了吗 能 赶快想办法 怎么你就安全了呢 你是不是下了车就安全了呀 对 你得想办法下车呀 那怎么办 那个我在那个幼儿园下 是我还要去学知识呢 拜拜 拜拜了你 你过来来咱俩聊聊 你聊什么呀 你是不是想把我带走 我是想把你带走 坏人 你觉得你刚才这题能得分吗 不能 你也知道不能得分呀 我都说了 你得想办法下车呀 当你觉得这个人是坏人的时候 你觉得你能打得过我吗 肯定打不过我 那你得想办法怎么办呀 比如说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说 哎呀我特别想上厕所 我想要撒尿 我憋不住了 你快停一下车 我撒个尿 是不是 我现在有尿 你是真有尿 假有尿呀 假有 当然我们刚才这个假设的情景呢 可能不太现实 我相信你这么大 爸爸妈妈绝对不会让你单独 一个人去坐车 但是当你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你要首先什么呀 想办法 是不是 是 所以安全措施不过关 我们没有办法加水果了 好吗 好 好 谢谢你 杜松江 但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的安全的知识 也提醒大家要有安全意识 接下来 芒果队 你们选什么题 动手 统一意见 动手题 动手 好 上道具 上道具 神仙 神仙 这干嘛呀 拿把剪子 这次我来 来 谁刚才说自己是神仙来的 我神仙 那你猜 让你们干什么 剪绳子呀 哎呦 猜对了 剪绳子 没错 不能随便剪 只能剪一刀 剪一下之后 我要绳子分成三段 一样长吗 可以不一样长 但一定要是三根 让我剪完 我最行 我知道秘密 好吧 那你跟你们队长说 你来 我是最后一个 你还最后一个 只能剪一刀 我是最后一个 打题 行吗 可以 我们在 我们俩都打题 行吗 我最后 剪完之后 可就复原不了了 你自己想清楚 我会 哦 这 还有四档 三个 哦 我知道 给我 确定了是吗 好 我不信 还是你来 我找朋友 我爬树 先 我爬树 那我们拿不了奖杯 怎么办呀 我们俩 你不是现在还领仙子呢吗 你现在扒掉水果呢 我现在真的要端了 我确定 我确定 确定了哈 我告诉你就有三根 我告诉你就有三根 一下有三根 一下有三根 三根 是三根吗 是 恭喜你们 回答正确 加上一片水果 你也要加上一片水果 但是刚才你 像你折出那么多弯 再剪的话就出来好多段了 谢谢我 谁又对 你们选哪个 游戏 游戏 这个游戏 也有点技术含量 我们上道具 我这儿 有五个沙包 三个一拉罐 也就是说 你们有五次机会 把三个一拉罐 全都打倒 就可以得到一片水果 我会 我会 队长 队长永远在选别人 队长你不大胆地挑战一次吗 我也不知道 那你怎么办 我没有背 我没有背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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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扔沙包可以 我来 你来吧 刘提健说了 我扔沙包 沙包可远了 队长就派他来了 来 前面打 我一个一个的打 一共五次机会 你别使那么大劲 你看 轻一点 轻一点 接下来 你必须得一个打倒一个了 我这游戏 你玩不了吗 没上桌 完了 哎呀 一个都没打着 队长 队长 你有没有后悔选流水剑上了 你要不要试试 来队长试试 来 哎呦 差一点 哎呀 有点轻了 哎呀 又过了 哎呦 打了一个 哎呀 冲好潮 你来 你给跳个轿子 数你劲大 我看看你 能打倒几个 来 呦 一个 两个 三个 所以看来这个游戏啊 不是那么难 哎呀 所以很遗憾 十六队 我们不能加水果 啊 接下来 芒果队 植物 历史 体育 你们选什么 植物 听 听 听我的 植物 我来回答 行 你来回答哦 你要看看你认不认识这些东西 这九样东西你都认识吗 认识 认识告诉我是什么 白菜 草莓 梨 哈密瓜 鸡子 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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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对 这是什么呀 肠子这个呢 土豆 这不对 这不对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山药 山药 不对 不是山药 山药是肠的 这叫什么呀 你说呀 这是你们对 山药 山药 也不对 紫薯 紫薯 这叫红薯 红薯 这个呢 菠萝 苹果 韭菜 鸭头 这几个都认识 接下来 请挑出 长在树上和地上的两种水果或蔬菜 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不起 树上的 你把长地下的拿到你跟前 长地下的 OK 长树上的 这个 这不是树 这是长树上的 这长树上的 各两样 这是一个长在地上的 一个长在地上的 这也长在地上的 这长在地上的 地上的 你确定了吗 你确定了吗 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 最后再给你们五秒钟的考虑时间 不对 真的对 真的对 真的 长地上的 三 确定 二 那我不会吧 一 确定了 确定 你选的是 红薯 是长在地上的 草莓 是长在地上的 No 梨子 是长在 树上的 哈密瓜 是 是长在树上的 不对 对了吗 不对 那个呀 是香瓜 它一个也是长在树上的 不是哈密瓜 香瓜长在哪啊 地上 香瓜是长在地上的 它是桃 最准确的 你可以最放心大胆的 苹果是不是长在树上的呀 对 苹果和梨都是长在树上的吧 它长在地上的 红薯是长在地上的 大白菜呢 也是长在地上的 也是长在地上的 草莓其实也是长在地上的 草莓是正确的 大葱也是长在地上的 是不是 所以 很遗憾 这道题 没有回答正确 那葱叫一个了 不能加水果 不扣水果 十六队 体育 体育 我们上道具 好 来 这是体育题的道具 现在你们看到了 在地上呢 有两个小方块 你们派出一位代表 哇 来完成这个题 你们要单脚 站在这个小方块上 跟谁比呢 哇 你们要从对方队 选出一位 如果你们站的时间 超过他们队队员站的时间 你们获胜 如果他们队员站的时间 比你们长 你们失败 你们就不能得水果 队长 商量一下 谁来 我看看你单脚 怎么去 我 我呢 队长开始 口查了 包括自己也开始 亲身体验一下 你们都从心来 来来 队长 队长 你们选好人了吗 我愿意 去吧 我去 有体健 选对手 想好 你要是选不好了 比你厉害 选哪个第一个呀 我 选哪个呀 是吗 你选一个这么大的 比你 你不怕他比你厉害吗 队长 你不管吗 他一个最弱的 万一你比过他呢 过去 过去 比那个小的了 选李北尼是吗 李北尼 他选你 接下来我们要屏住呼吸 看看他们谁 站在木块上的时间最长 来 哥就各位 预备 哎呦 好棒哦 弟弟 小刘同学 有一点晃悠了 也许你们的喊叫声 加油声会影响他 哎呀 这是一个平衡力和耐力的考验 不知道刘提健现在心里怎么想 他是不是后悔了 没想到这个小姑娘这么厉害 不是 是我的腿回不行了 太慌了 你别别说话 啊 慌了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吧 耶 他是练舞蹈的 所以什么叫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他是练舞蹈的 所以他的基本功很厉害 很遗憾 到题你们输了 不能加水果 马果队 来看看你们的历史题 请问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是谁 A 花木兰 B 穆桂英 C 武则天 武则天 确定吗 我不确定 有什么有什么 确定 我确定 你不确定你喊这么快 我确定 我确定 花木兰你认识吗 我不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 就是那个打仗的 打仗的 穆桂英谁认识啊 我不认识 武则天谁认识啊 我不认识 我没看过 那也不认识 都不认识 你就选了武则天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皇帝是 武则天 我们要给芒果队加上一片水果 好了 那么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比赛全部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的成绩 芒果队十片水果 十六队六片水果 那我们今天的冠军队就是 芒果队 当然 我们十六队的表现也非常棒 我也会小礼物送给你们 给 来 接下来 我们有请芒果队的各位 上台领奖 米美妮 这是你的奖牌 祝贺你 不客气 谢谢 芒果队 这是你的奖牌 芒果队 芒果队 这是你的奖牌 祝贺你 接下来 你们要到我们的玩具屋 去拿礼物了 来 准备好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手上的都放下了 手上的不能往车上放了 撒手 撒手 来 把车上的推到前面来 推到前面上 手上的不能拿了 楚队长 你不觉得你有责任吗 你作为队长 领着两位队员 十秒钟之内拿了两样女物 你怎么 真的 我想想 你想想吧 挖架都给他们 好吧 这个难题我就交给楚队长了 好了 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小朋友 在节目当中的精彩表现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也有更多小朋友 能够参加我们的 俱力快车 我们下一周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